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碰到水平比我们高的球员 你会不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靠 怎么这么累啊 你感觉全程都抬不起头来 你的移动非常吃力 特别是像桃鲜成龙这种球员 在场上你们感不感觉 他们就像个螃蟹在移动啊 那螃蟹移动的问题难点在哪里 就是你的肌肉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 你螃蟹移动起来 你会很累啊 会站起来 对吧 那这两个弹力圈 教大家今天的训练 就可以让大家的这个核心力量 和你的腿部 全部力量变强 我们看一看今天的训练方法 如果你量住它两个力量不足 有少一个 那我这个都怀孕四个月了 你们原谅一下我 有少一个 然后做几个训练啊 好 首先第一个训练 我们两边移动 两边移动 这个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的 蟹刷的这种模仿的感觉一样 我们两边移动 一定要保持低重心啊 膝盖不要过脚尖 保持低重心 左右 让你的屁股大肚 受刺激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前 东部 也是要保持低重心 你会感觉到你的屁股要爆炸了 你知道吗 一边放手 好 第三个动作 我们往前走 也是慢慢的往前走 也是时刻保持重心 让你的屁股 反正我都快抽筋了 好 然后退 哇 这个屁股去出来 然后再加强两个 放在下面 再练你的外側的这个同步肌肉 往边上滴对吧 再往后側滴 哇 好受不了 太累了 哎呀 我都怀孕了 你们原谅一下我吧 好 右下角 摊涛刀刀刀 这一颗摊涛刀可以见 基本上全是所有力量 超级好用 记得吗 谢谢大家